大家好 二二八星期六 今天好像都纷纷要去报导 泛民主派今天都是香港二二八 可能都是历史日子 看一看吧 因为没有消息传出来 本来值得说一下 特别是有关中美开大片 究竟他是在缓和 换了拜登之后 正好多人指控拜登 美共 但我看他比特朗普更强硬 棉女藏针 强硬照做 但是开了一条新战线的人权外交 他未上场我已经预测到 即是牙策了 写了一篇特别写三千字的文 历牌中衣 这些是没有牙策的 因为香港开始就没有了民主派了 有段时间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是没有了民主派 即是他们鸡皮狗走好 都没有声沉寂寞 好 坐牢好 有多差呢 我都不想估 因为发生就发生 总之我知道一件事 民主派就可以消失 民主两样就不会消失 民主的诉求 民主运动也不会就此消失 民主派年轻一代也成了刑 只不过我们经常说的民主派 一直都是被黎智英黎党为首的一个圈子的人 控制着 包括控制着舆论 控制着有势力的杠 因为他领导着整个运动 当然背后的大佬以前是特朗普 现在变成了拜登 但拜登又不是很幸运 这个不要紧 日后时势会变 又有新的民主派出现 最重要大家的民主信念没有消失 就这些你似乎一些历史的波涛起落 你想想我们现在香港人的处境 苦不苦得过228时候 台湾人的处境 当然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228 年轻的一代 年轻多大的多少都听过 值得重温的 因为人家的经验 就是一个社会去到极权 去到这样的环境 结果现在都回到头 几十年后 即60年后半世纪之后 就已经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从半世纪之后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今天香港人我们 看不到一件事 做过的事都是有作用的 必然是有成功之中 多少有利的 只要你是支持民主 不要一直搞搞震 没有帮顺 执着数 很多人 那些人 适当的时候都会淘汰 但是今天不说这件事 因为大话题有段时间都没说完 因为你说中美走完 其实很精彩的 现在的变法很精彩 大家努力 一起评论政治的人都要努力 但是有一件爽的事情 即时可以给大家开心 就是叶楼淑书义 即是屌辰大公报 那我建议大家去看她的Facebook 即是看她的传闻 有heading的 各式批斗新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常下秘书长劉莉萍 劉女士 那是什么事呢 都不用看都知道什么事 因为以前批斗民主派的icon人物 通常会成功 批斗港台 特别批斗阿深哥 特别批斗李慧玲 接着又试过 近来李君雅 总之她全力去做 都要搞到人 但是这些人还没消失 继续努力 大家要欣赏这些事情 至于这些政务官的事情 批斗你就批斗你 你觉得自己很精英 第一次考到政府 还是殖民地时代 那个时代 只有几个percent的人 读大学的年代 还在里面发现第一次 你自己觉得自己很精英 包括二组口的婆娘 我们看她也是一个婆娘 她当然是聪明过普通人 她就适时走出来了 为什么我建议大家看一看她的原文 因为她的技巧相当多 相当多 她说了一件事 但是我发觉消息 日前公布了这位劉璃群女士 做食卫处处长之后 获晋升常任秘书 公布了很多建制派的网上群组及网页 是铺天他们攻击她 包括社会事件期间 没有搞好联隆祥 又说她老公蔡凯惠 这个很久了 是黄尸 不符合国者标准 为什么要升她 好了 这些突然这样看 我以为她黄尸 叶柳做了黄尸 但是你看她这句话 已经有很多 果然是聪明的人 这个阿嬸聪明 但我几年更加 她说网页 群组 群组 你看不到她 装了什么群组 Facebook 网页 她指什么网页 大公布 为什么不提大公布呢 大公布其实是官方 如果你要说大公布 这样 头版去攻击一个人 是有政治消杀的味道的了 这个没得说 分分钟升了都要撕下来 可能是在做这件事 好了 叶柳是不是很有意气 突然间冲出来呢 冲出来 就是 护着公务员呢 她是一箭 双丢的 一箭 就是 摆着公务员上身 其实她不是只摆着自己 很多人跟我说 很监忧 很多的公务员跟她说 在她的党里做副主席 前部副局长 吴奇 她认识很多政务官 又说最近有个D8 叫做容伟雄 退了 除了职 不做了 买少见少了 香港很多精英 政务官 那不是政务官 不止政务官 整个公务员统 看到叶柳 快要宣誓了 看到下一个特首 不知怎样 如果是叶柳 好像林郑 始终是 同声同气 公务员出身 心理是这样的 好妖不得的 其实是这些心理 为什么不是把心 或者革命 不知 不知 这个 跟着再说 我看她 她的记忆在哪里 我也留意到 新闻党的部分 党友跟风批评 我骂自己人 呼吁各位 对事不对人 我不知道她 哪些党友 是不是 和容巴的媳妇 自从这些言论 之后 很多政务官 是很担忧 怕一种文革式的批斗 一说文革 那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帽子 你就是说大公报在搞文革式的批斗 其实是真的 好了 我们就很担忧 但是她的说法是怎样呢 她的老公 老公 扣上黄丝的帽子 我认为十分要不得 她是黄丝 为什么扣过帽子 是要不得呢 对任何人 包括公务员 对事不对人 是这样的 那就是罪不及妻疑 更加不及老公 是不是 叶楼都管不了老公 是不是叶楼 不是叶楼 林郑 林郑都管不了老公 老公 黑巧黑面 那些都吹不上 我们始终 应该还是在这个 这个是宽松的 这个位置还是OK的 但是你说政治斗争 不管多 什么臣 我们都攻击 那些建制 就是谭二宗的儿子 对不对 叶楼的儿子 林郑的儿子 我们都照顶 没得说的 好 十分要不得 我们知道要不得 不过政治批斗 有时就没得避 好了 刘女士是否正次正国 听清楚了 是否爱国者 应该由她的上司处理 而不是对她作出种种颇天外地的人身攻击 这就是说 升她的要负责 是吧 她不是政治正确 你为什么要升她 这里就是踢了林郑一脚 这些就是高手 是不是 不觉不觉 为什么她不是说她工作能力好的标准 是她就升了 关你什么事 你们不应该批她 那你就去支持她 应该只看她工作表现 是不是 为什么说升她 要考虑政治正确 而 即是暗示上司的责任 不是关她的事 不要对她人身攻击 升了她就升了她 公媒里面其实都是这样 很多人你升了 升了你零可 就是没得再升了 怎样都好 你都不 因为你破坏了那种形态 那种生态被你破坏了 升了就没得改了 所以最紧要是先升了 但是现在新人 新世代 爱国自己治港的新年代 这些有没有改变呢 叶柳其实知不知道已经在改变了 我觉得是在改变了 这是习大的意思 要在改变了 以后真的用国借标准了 那 大公没错的 甚至可能是授命的 叶柳不知道什么 都是亲中的 当然不同 大家派不同 所以大家要明白 叶柳现在已经是特首战开始了 他是阻打建制 大公报当然是抱梁振英 是不是 喂 文革式批斗很正常 曾玉成也批斗了 曾玉成也批斗了 叶柳你真是可以打的 你不要当自己真是可以打的 好打的那个叫林郑 都被人打到一样 一样被屈小姐攻击了 现在呢 当我们那些泛民提供不到政治八卦给我们的时候 死狗都缩了 我们唯有拿这些东西 都是好事的 是不是都好看的 化辩 对不对 问题就是 如果你这样说 大家明白了 已经打到出面了 就是差特首之位 有人借这件事去攻击林郑 叶柳出来就不是保了林郑 是顺便扇她一脚 兼立她的马 她的马就是政务官阶层 这个都是重要的 北京一定慎重考虑 搞到政务官均心不稳 即是黑警都可以均心不稳 这些就是重要考虑 始终不信土共 即是北京不信土共 是这样的 共产党未不信自己人 但问题是土共最不调起不信 她还有空间 是吧 表示独特性 她都是抬啊 集大出来 你集大很难应付 集大你说要爱国者治港 她就吃着照片 大公报吃着照片 你发觉土共全部都是吃着这些照片 这些是什么呢 文革里面不同派系 个个都说支持毛泽东 个个都是毛泽东的信徒 打起熊旗就反熊旗 借这些东西就是打对方派系 不就是其他派系 整个中国都是共产党派系 但它里面有不同派系 大家斗上来 根本是血腥得狠的 大家现在看到在左派圈子里面 就开始上演这些戏了 这些值得我们欣赏 值得欣赏 也知道这些做法 龙女继作反好 自己人打自己人好 不只是不好笑 泛民都要反省一下 泛民都要反省一下 自己 其实今天这样的田地 都是因为你不团结 因为你都是这样 自己人打自己人 过去五六年特别严重 因为他考验开始出现的时候 我问你2014年之后 勇武派开始出现 你是选择什么 选择或清界线 选择善人地一祸 判判判刑合适 大家记不记得这些东西 之后 最终是什么 本土的 是什么 本土的 有大事,背后的影子就是泛民主流 还有背后老势 有事发生,是不是到以上 你都会抵抗一些斗争的人 不是,你死你贱,还踩你 有问题的,因为你搞起了当事 想收回的时候,搞这个风潮 想收回的时候,所有社会运动出现了 就有自己的生命,这个我很清楚 讲过无数次,给所有人听 我从来都是这样认为的,都不是我认为 这些社运的专家说的 从来都是,你搞起那件事 有时候你不知道结果去到哪 但是他又想控制住 所以泛民在2014年之后 抹黑自己的勇武派,那些暴徒 到2019年也是,其实开头 五比零了,我们收回了 但是因为世太大了,结果就是 兄弟爬山了,郭志努力 就是他自己不爬山 那就是你们去死吧 好了,果然是死了 当然,勇武派先死了 然后现在就死了 这就是你要记取的教训 如果你还能回头的话 泛民主流 而不是泛民主流 所有人都是 基本上的伦理导意 其实是一定要有的 不能说去 怎样你都要抹黑 而且你有不同意见 是早早说出来 宁可呢 之后呢 我说了 但是也不要出声 原则其实也要支持对方 我们本土派 没有飞来黎智英 智英哥 没有 你们这些泛民活该死 我都不会说这些东西 顺便看一看 所有东西 在经一誓掌一誓 我们看左派圈子里面 就正在给一个例子 我们看 叶柳、曾玉成和梁振英 正在争了 大公报站在梁振英那边 叶柳现在就出钓了 所以有这样的情况 才突然站出来做价量 他是不是护着公务员呢 你想你了 我告诉你 他和声同气 他上了位 可能他更加爱国 对不对 为了他要当政 可能他更加满足 你看到林郑就知道 更加满足北京的要求 北京的要求是什么呢 爱国者自说 他说是 不是开玩笑 我觉得是真的 即是品格审查 叫你们公务员宣示 叫你们的区议员宣示 区议员就算了 区议员就算了 区议员其实是没有权的 我觉得你们的宣示 为了保持实力 拿些少少着素 找个职位做一下 都没所谓 因为你反正做不到什么 因为你没有实权 但现在你看到 这个劳利群其实是有实权的 人家就质疑你 为什么当时不做事 如果你说区议员做事 区议员做不到事 你有权 为什么你不做了去林郎祥 他说值得商榷 其实他也没有支持 因为当时有官司 谁人都明白 现在打完官司 你政府的权大 你做了 你先掃了长先 官司 但当时是不是这个劳利群 可以决定到呢 他上司决定 那叶楼又提了 值得商榷 是不是应该先掃了长先 然后再等官司 应该先掃了 应该这样做 不过当时是要上司支持他 那这个就不关他事了 又多踢林郑一脚了 不要人身攻击 他政治正确 是问我一个 由上司处理 当时他在诉讼官司 hold住搞年龄长 又是上司决定 上司就是林郑了 所以叶楼一脚就踢两边 踢梁振英 也踢这个 踢梁振英 踢大公布 也都显示他 有些个人的性格 值得欣赏的 有时候这些东西 我觉得 这是英雄地 政治圈本来就是英雄地 是不是 如果叶楼要跑 那他有条件 相对其他人 是不是想跑赢林郑 想跑赢林郑 梁振英 还有陈智思 就来中招了 就来被人打的了 好吧 而我又先跑一下 他有条件 我觉得 北京要借做的地方 有很多 例如在公布园体内 所以他这样做 他是有空间 他最少串下人 他不会 但是如果他开支 真的有机会跑到 他都会被大公布 小姐等人 开球 我们开始就 将会看到这些事情 但是对于公布园 我提一提大家 就是爱国标准 大家不要觉得很 哇 要我爱共产党 是很痛苦的 你情爱基 英国人也是这样 英国人都有品格审查 这件事 是不是 叶楼你知不知道 嗯 你那时候是保安局 你应该是做入境处长 当时 就是过渡之后 你才做C级 升C级 但是你都应该很清楚 政府里面是自己查自己 品格审查 你不喜欢英国人 就扫你走 记不记得徐家杰事件 现在的人不知道 你现在觉得共产党这样 将我们的传统改变了 以前不用爱国 现在是爱国 在习近平的国家 或者左派那群人里面 这个就是回复正常 以前你效忠英国人 现在你不喜欢就别做了 新一代读完大学出来的 你一定是爱国者 选过了 才让你做政务官 漸漸好像英国人一样 英国人也是 英国人在香港的大学里面 选择他的政务官 他不会在爱国者的阵营里面 选一个都没有 现在霸了几十年 留下传统而已 是不能改变的吗 在习近平来说 那些底线思维是什么 好了 我只能够奉劝各位精英 香港U 我也读过香港U 我有个MASA 香港U 我觉得很差 很差 无论传统 学术水平 虚有其名 现在都跌了架 全世界跌架 正常的殖民地大学 怎么这么厉害 做什么 问题是 你们自以为还很厉害 律师 政务官 新于香港U 那些 时代就变了 没有 你真的要认真想 将来你要在心里面 支持老共 你才可以在香港做当权的人 很明显 习近平长远来说 一定是走这条路线的了 就像英国人一样 他觉得我不是很过分 英国人也是这样 你们 王口王辨 是吧 你懂英文好一点 你没理由 没理由 有例外 全部咬出不咬入 手指咬出不咬入 我当家 长远讲一定是这样的 但问题是 现在突然间要改变 你这些习惯了有一定 自主性的政务官 我就真的劝你快点移民 很现实 阿伯 你牙策 你读过香港 又有什么 很简单 我不肯参政 不肯参政 就保持个人 你说我做官 做官不是参政 是什么东西 你们是要在心里面 支持共产党才有权去做 而且是要将会有政治审查 所有政务官 由上抓起 当然 反而你那些低层的打字 那些划痴你 暂时 掃地的那些 难道理你吗 你喜欢做王仙做饱 是吧 老人数十万人工 但你们也要好好存在多年 都赚够了 所以快点率先移民 不是都挺辛苦 叶柳做了特首都保不住 如果她要上特首之位 第一要做 她都是好像林郑那样 要改革公务员里面 将以前忠于英国人 或者忠于香港人好 英国人好 英国人忠于老板 那样东西 品格 性格 一样是要兼顾才让你做 现在呢 开始做 拿这个流利群来做样子 她要不要撕下柴呢 撕下柴的 我想她辞职 那你不如辞好职都可以了